好 首先我承认 我之前时长一直不断地表示 我觉得全世界我听过 最难听的金属团就是 我还是重申一次 没有错 欢迎来到夏冈 News 哇 这个春天啊终于来了 每天的气温都让我觉得非常非常的舒适 那在这个开春的当下呢 非常非常多的外国乐团 也都来到了台湾进行他们的演出 哇 这是睽違三年的景象 就我们先来看看 有哪些外国人要来台湾演出 嗯 第一个是由我们的好朋友 肖大 我今天就穿了Metal Role Metal Role的T恤 那由Metal Role所举办的 佛性金属Mega Pro 将会在3月30号 礼拜四在了WALF 演出的有从日本来的 Hairphones President 然后还有VDS啊 富丁克啊 麦琪麦琪 那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没有去大港演出 对 我觉得肖大就是想要搞这个恶趣味 才找他们一起演的 票好像现在动得慢慢的 肖大可能又要跪下来 好 接下来 世界的肉羹 哇 这应该是由我们吃到肉羹出品的一个活动吧 地点在The Wall Life House 然后时间就在隔天 3月31号的礼拜五 演出者有 哇 这个是来自日本的豹女们 Otoko Otoboke Beaver 跟BB蛋 还有巴辣子的阿强 巴辣子Wolf 哇 最近阿强 封到那个世界棒球晶天赛 他应该非常忙吧 同时他还要准备这一场活动 希望他们这场票可以卖得很好 我非常想去看 不知道到时候会不会有空 下一个活动 哇 这个活动是在我们的Conan House 角落在演空间 这个厉害了 这个厉害了 这个演出者呢 两个来自国外的超级乐手 一个叫做Jason Richardson 跟Luke Holland 他们分别是一个前卫的超级吉他手 跟一个非常厉害的鼓手 他们是一个演奏双人组 我刚刚才去听他们的东西 因为我之前知道的 叫Jason Richardson 是打篮球的 不是弹吉他的 那我听到他们的东西就会 非常非常的厉害 我小时候一直都对超级派的演奏 这种前卫摇滚的东西 感到赤字以笛 一直到慢慢可能将近30岁 大概快10年前 我才开始真正静下心来 好好的去听这些东西 我才觉得哇 这些东西是非常屌 非常好听的 然后跟他们共演的也是一个台湾非常厉害的吉他手 叫做立维雍 喜欢超级吉他演奏的人 一定要去Conan House看这场演出 哇 再来这场活动 地狱摇滚第三弹 emopunk之夜 哇 这个也是超级派的emopunk团 来自美国 The Tiny Moving Parts 没有了 Tiny Moving Parts 这是一个三件式的emopunk乐团 主唱真的是 可以一边弹很变态的东西 一边唱歌 对 非常非常好看 对 这场票好像也动得慢慢的 脑灰现在也很刷啦 跟他们共演的团有出大band 跟十部我语 或许这两个团才是让他们票动很慢的原因 也说不定 我不知道 好 再下一个 哇 下一个也是地狱摇滚系列的 Hell Rock Fest 第二弹 EMO High School 为什么我要先讲第三弹再讲第二弹呢 因为第三弹的地点是在派的 Tiny Moving Parts 是在派的 演出者有 也是一个美国非常非常经典的emop 然后Post Hardcore团 叫做Sowsing 对 那还有很多很多台湾优秀的 可能Post Hardcore跟emop团吧 对 那地点是在New Room 在3月24号 那Pipe是在3月26号 请大家把时间记好 都把票买起来 一起来停一下导灰啦 再下一个活动 哇 这应该是来自我们摇滚帝国所举办的活动 Night Wish 2023台北演唱会 好 首先我承认 我之前时常一直不断地表示 我觉得全世界我听过最难听的金属传 就是Night Wish 我还是重申一次 没有错 真的很不好意思 没有嘛 就是青菜萝卜各有所好 刚好就是很不喜欢这个乐团 我觉得他们很难听 不过在台湾也有非常非常多Night Wish的乐迷 对 希望大家就是可以一起把票买起来 参加他们的演唱会 哼哼地往后脸上 双几个巴掌 对 欸 不要看到我不要真的打 我会告你啊 下一个活动 哇 这是来自了今年动作平平的iKON 由我们iKON的小刘哥所主办的 Sharkwave 2023 好像还没有开始公布Line Art 但是我可以确定的就是iKON也会找非常非常多各国的金属乐团 来这场活动演出 算是一个台湾很罕见的金属音乐剂 对 那希望iKON这次可以主办金银的成功 时间在3月26号Legacy台北 下一个活动 芒果酱跟温宁音乐会请来一份温的芒果宝 哇 那个芒果酱真的很会称 现在已经称到温宁那边去了 好 3月18号礼拜六在Legacy台北 前一阵子靠北版很喜欢靠北芒果酱 哇 这个恭喜你啊 终于成为众死之地了 就是当你成为众死之地的时候 就代表你离成功又更近了一步 那我们恭喜芒果酱 恭喜温宁 希望你们那一场票可以卖得好 下一个活动 哇 所谓啊 演而幽则唱 或者什么唱则幽而演什么的 反正就是有时候演员跨界变成歌手 这是很常见的 哇 那这个演员他跨界成为歌手 算是让我眼睛一亮 幻场陈竹生专辑首唱会 对 哇 陈竹生欸 就是那个时候看到他是在大伯普拉斯 他表现得非常好 非常喜欢他的演出 那就不知道 他唱歌 有没有跟他演戏一样好 对他有质疑的人欢迎到现场看一看 那我可能会 那个密切关注所有人的评价 之后再考虑一样不要去看 哇 下一个又是我们之前很常来 疫情前很常出现在台湾的一个日本朋友 Yagi New Waves演唱会台北战2023 地点呢是在那个The War 时间是3月24号 3月25号 哇 两天 这代表说他们在台湾的群动真的非常多 那个区区的握五百人装不下 这时候要装一千 所以就是办了324跟325这两天 票应该很快就受庆了 大家请注意 接下来 哇 这个真的是 讲出来就是让大家那个垂心肝了吧 放在这边吗 最好看得到这场演出啦 卢广众2023春季巡回台北厂 时间呢是3月29号 星期三地点公馆河岸留言 哇靠 卢广众去公馆河岸留言 哇操 这个 好啦 我应该不用讲这个售票资讯吧 因为你们已经买不到票吧 对 票应该已经卖完 这让我想到啊 我高中也是在公馆念 在丁州路上那一间 那一栋独立的建筑叫做南华高中 有一次我放学的时候 晚上放学的时候经过 那我就看到河岸留言 门口也是排了一大堆人 后来才发现 当天晚上演出的人是5月天 所以人真的是不知道排到哪里去 公馆河岸留言 可能也即将在3月底要跟大家说再见 它可能也承载了许多音乐人的回忆吧 所以可能也是这样子 卢广众就选择在那边排了一场 那我们也可以借这一个机会 来跟公馆河岸留言说声再见 下一个活动 3月18号 在ZAP New Taipei 哇 About Damn Time 南韩的饶蛇歌手 叫做PH1 哇 他是那个show me the money 非常强的一个选手 如果他会中文的话 来到那个大嘻哈时代 说明会把大家都给杀爆 我不知道 我在那边乱讲的 请大家不要跟我计较 来自南韩的饶蛇演出 一定得看吧 非常厉害 对了 每到3月啊 其实我都会承接到一个case 它叫做杜鹃花音乐节 这个音乐节呢 其实是由台北市文化局指导 然后跟凯阔大宽评 金频道的有限电视业者 合作的一个活动 基本上就是在帮助他们消预算吧 我不知道 就是每到3月 我都会举办一个联合台北市 几间live house一起做的 类似show case音乐节吧 我也不知道那算是什么 live house越来越少 我可以合作的场馆也越来越少 现在来介绍一下 同时呢 因为正常人替的关系吧 所以这个活动也正式更名了 它现在改名叫做台北花节音乐派对 今年一共会在Pipe啊 乐悠悠啊 Hotstor啊 乐见军响 后台咖啡 Revolver应该也会拍 还有破墙 大家都陆陆续续在给我名单 那我现在先跟大家说一下 3月17号 Pipe会有高小高 达文青 绝命青年 那希望大家可以来 接下来3月18号台北花节音乐派对 不够 不够 我想要的只是更深的感觉而已 在那个乐悠悠之口所举办的 由周牧 还有Ride Out Lara 还有Shadow Shadowvine 不知道什么不够不够 我想要只是更深的感觉 到底是要多深 How deep in your love 我不知道 好 去了就知道 3月18号 芒果街老爸 即将在Pipe进行他们的专场啦 现在票动得还不错哦 每一个来Pipe办专场的朋友 我都非常非常的欢迎 对 因为毕竟现在专场是闲学 啊 举办拼盘活动 已经让我觉得心力交瘁了 所以啊 在同一个月份 哇 这个月Pipe还有一场专场 3月25号 我很喜欢的一个乐团 那这个活动应该是以Kekno之类的电子音乐为主 喜欢电子音乐的朋友 不要忘记请一定要去参加 再来呢 哇 也是在Pipe的一个活动 全台西岩 先行派对 EP1 20岁的男人 就该串的成熟点 哇 演出者有很多哦 有现在在大嘻哈 展露头角的Rex啊 Gar One啊 然后还有 我之前吃火锅遇到了一个 刀车哥我叫质感流氓 当天的主持人呢 叫做曾永翔 哇 曾永翔他这一次在大嘻哈也是 表现得还行嘛 而且我真是从他高中看到大看到现在 对 他高中的时候就是衣衫男女的在Pipe 进行一个非常非常屌的他的FreeStyle 然后真的经验全场 吓得我尿裤子 对 那当天除了这些人之外呢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西颜色 会参加这个活动 3月31号 喜欢嘻哈的同学们 朋友们 对 3月31号 礼拜五 齐聚到Pipe来吧 接下来是新歌的环节 我们看看这两周有什么新歌发行 哇 第一个 又是我们的好朋友 Asia Boy and Lizzy 竞耀王与栗子 因为我还年轻 pretty young 可能Lizzy也是越来越不年轻啦 然后开始写一些比较内省的歌曲 对 那甚至连那个药王都开始 就是敬仰起上帝来 是让我非常非常的惊讶 那也乐见他们有这样的改变 那接下来也是一首比较偏hiphop的歌曲 MARS 23 跟OZ 琴勒 我刚看了他们MV 他们两人扮成僵尸 然后从那个坟墓里面爬出来 那边吓人把他绑起来 这让我想到我小时候很爱的一支MV 对 那大概是1998年还是1997年吧 那个MV就是 幸好男孩第二张专辑的主打歌 Backstreet Boys Back 如果没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 Everybody I 大家都应该都看过这支MV Don't drag me down Get over yourself I don't really need to sing now Keep paying what don't think Sing what long will die Nine Pulling me who's so sad 再来 哇 闪铃 哇 很久没出新歌的闪铃 出了新歌 这首歌叫《护国山》 刚刚听了一下就觉得 哇 回到了我觉得大概是 蛮像2010年左右的闪铃 敢想再听听看闪铃 以前比较纯一点的黑金属的实习 由他们现在的实力跟技巧 去玩那样的东西 不知道听起来会怎么样 说不定会很瞪邪 接下来呢 哇 熊仔出了 也出了一首新歌 这首歌叫做《流水杖》 熊仔就是一样 就是在使用他的 非常非常精细的Wallplay 似乎在念流水杖 然后但是好像在讲说 他到底赚了多少钱之类的 其实我还没有细细听这首歌 但是我已经有看了 他的那个押韵教学 下一首歌呢是《顽童MJ116》 哇 这首歌就是电影同名主题曲 这首歌叫做《宿命道》 那宿命道的男主角呢 好像就是我们的寿子 陈玉隆弟兄 对 然后里面有非常非常多 尬掐的桥段 堪称就是台湾版的那个 玩命关头 没有这我随便讲 我还没看过 4月的时候会上映 我还蛮好奇 台湾人拍赛车片 可以拍成怎样 我上一个看到的赛车片 大概就是 台湾人拍的叫做 《小竹战将》 但他不是开车 他是一队人在骑自行车 对 有兴趣可以看一下 也是90年代的一部电影 一轮麻烦 或全不被我造成灰镜 你干不来的家 被我原地照有月 没有碰过怀人 今晚有老女蓬佩 他们追不到临背 车尾打扰夜 终点 操欠八了解 再来 9M88出了一首 可能是基点张雨生吧 他翻唱了一首张雨生 过去的一首歌 若我告诉你 其实我爱的只有你 这首歌旋律好听 节奏又好接 对 然后他是一个非常 其实有一点 有一点Sleep Pop的感觉吧 若我告诉你 我爱的只是你 就像世界在 也找不到第二个你 若我告诉你 我爱的只是你 下一个 《药王立泽的好朋友》 潮州土狗 也出了新歌 完全就是承袭了 他自己的本色 这首歌叫做狗影忍者 对 那歌词非常的靠北 非常爽 对 我常常都会想说就是 土狗他的那个押韵 他的韵脚的idea到底从哪来的 对啊 我真的觉得他有很多很多 很有趣的联想 是我犯不到的 对 我很羡慕他 可以有这样联想的功力 对 才可以写出这么帅的歌 有爱你没办法 因为没有阿尔法 你只买得起鸡爪 跟吉安特首帕 我爸有办法 送你一只罗赖法 再来 国弹出了新专辑 对 同时国弹也在这几天 开卖了他的专场 422的专场 哇 一公开马上秒杀 对 那我在拍摄的前五分钟 看到了他即将要开 4月23号家场的消息 我觉得这个家场 2000人应该也是瞬间会卖完吧 同一天原本要在派盒办 嘻哈活动的弟弟们 听到他 他要办专场 大家也说我们不办 我不办 定金扣给你 我们要想要看国弹表演 这个精神相当的可配 台大跟政大的同学们 算你们厉害 像整个地球好小跟着思想 连我都能够纵横 像我也祈求众生可能没听见 笑得像是白照 不用假装哀悼 却又被他缠绕 是对面还是干扰 接下来还有什么特别的事呢 随着疫情解封 许许多多的外国人来到台湾 经典赛的御赛也有人来打棒球的嘛 对 那国际间的交流真的越来越多了 那我们台湾的音乐人 也陆陆续需要离开台湾 去外地演出了 我们每年都会送出国 送去的那个showcase音乐节 全世界最大showcase音乐节 在德州奥斯汀了 South by Southwest 对 我们今年总算又要送一些人过去了 哇 台湾代表谁呢 Dekka Showings Joan Baba Cinnamoon 还有Lucy 他们应该都是首度参演 对 那我们预祝他们会有好的表现 然后 还有一件事情是 比较稍微遗憾一点 焦安普 焦大姐 因为追迁盘突出的关系 临时取消了她的演唱会 对 这真的是相当令人遗憾 追迁盘突出真的是一个 非常要注意的一个问题 对 像我身边有一些朋友 也是因为追迁盘突出 一个不小心就把自己 搞得行动不便了 伸展要做 那也要多喝水 那在这个今年的第一季 就是希望大家好好照顾身体 轻松自在地享受这个和许的阳光 跟舒适的气温 有空的话 记得多来场馆看看表演 多出来走走 不然很有可能 这些场馆以下就会消失了 以上就是本周的 小岗纲 news 各位再见 拜拜 各位朋友 假如你们喜欢我们本周的影片 记得按赞 订阅 加分享 分享给你爸爸妈妈 还有弟弟妹妹哦 而且不要忘记了 那个我们萤幕上面 右下角有个小铃铛 不要忘记开启它 这样你就可以 不会错过我们任何的影片 See you